面紙上沒有什麼粉痕 臉上的底妝也是完好如初 我一樣用沾了卸妝水的濕紙巾來擦拭一塊給你們看 無辣 完全沒有暗沉 還有鼻翼這邊的粉也是很服貼平整 哈囉我是陳寗 Pony費的小金磚氣墊升級改版了 這顆氣墊完全可以說是我看著它一步一步長大的產品 從最一開始的玫瑰金到後來的金磚 再到現在的升級版 真的每次升級都可以感受到它的進步 包含這次也是喔 不要看它的包裝跟原本的金磚氣墊好像長得差不多 可是它的使用感受、妝效 還有它的持妝度我覺得都有變得更好了 然後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Pony費這顆升級版的小金磚氣墊之外 也會帶大家一起底妝實測 有興趣的觀眾趕快記得看下去 這邊先給大家看我的舒仁膚況 我目前是剛清潔完臉部 還沒有上任何妝前保養的樣子 兩頰跟鼻翼有泛紅還有毛孔跟痘因痘痘的問題 黑眼圈的話應該算是輕微 簡單來說正常人臉上會有的瑕疵 我臉上都有 然後再上7點之前我們現在使用妝前乳 今天這支影片終於輪到它了 就是Pony費他們家的今年款水透光妝前防護乳 之前有分享過它的潤澤版還有教授版姐妹 不過我必須說今年款水透光妝前防護乳 還是最百搭的妝前防曬 尤其是近期天氣開始慢慢的轉熱了 它的潤澤度剛剛好 那這邊怕有人不會喜歡他們家的妝前乳 所以我這邊快速的跟大家分享比較 水透光 水透潤 還有紫色水透光 這三款妝前乳的差異 首先是今年款的水透光妝前防護乳 它的直液是這種乳液狀 抹開後會有點像是水泥乳的感覺 是屬於輕薄的使用感受 在臉上也沒有特別強烈的光澤 只有像是擦了一層保養品的微潤光 再來是水透潤妝前防護乳 它的直液是這種純白的精華乳狀 抹開後的感覺像是有點稠度的乳液 但一樣是輕薄的使用感受 只是它的精華保濕感更強烈 在臉上抹開後的水光感也更明顯 最後是紫色水透光妝前防護乳 它的質地是這種淡紫色的乳液狀 推抹起來的手感我覺得比今年款的水透光 來得濃稠一點 不過塗抹均勻之後的使用感受我覺得差不多 在臉上除了修飾蠟黃的膚色之外 我覺得還有一點點修飾肌膚紋理的效果 整張臉不會有特別明顯的光澤 而是保留皮膚原有的通透感 看上了妝前乳之後 接著進入今天的主角 絕對持久無瑕氣墊粉餅的升級版 這顆氣墊最一開始的玫瑰鏡包裝 還有後來改成金色包裝的版本 我都有使用過 所以應該可以跟大家分享出一個 蠻有參考價值的心得 我們就先從包裝的部分開始 這次新升級小金磚跟舊版的差異其實不大 只有外殼的logo字樣從原本印刷變成浮屌的設計 不過我覺得這個小跟洞 有讓整個包裝看起來更有質感 還有一點是之前有很多喜歡金磚氣墊高遮瑕和妝感的朋友 都覺得說這顆氣墊沒有妨礙係數真的是蠻可惜的 終於被大家給判到了 這次的升級版小金磚多了SPF40PA兩個加的高仿曬係數 再來進入內容物的部分 先說最有感的 粉質真的變得更細緻了 我之前用舊版的金磚氣墊覺得粉感比較明顯 如果你的上方手法沒有拿捏控制好的話 很容易會有厚重假面的問題 不過這次新升級的小金磚氣墊 你用手指去沾取的時候很明顯料體就是變得更細膩 在臉上拍開後的妝效也確實更輕薄更貼膚 但還有一個很明顯的差異是 新升級的小金磚氣墊變得更不乾了 當然沒有保濕到乾肌也能夠使用 不過真的跟舊款比起來差蠻多的 我記得我當時使用舊款金磚的時候是夏天 但是它上臉之後的妝效還是好乾 我的妝前保養要先做到很潤 使用這一顆舊款的小金磚氣墊 它有辦法像是一般的底妝一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直接幫它貼上了一個 油機磚又氣墊的標籤 然後這次升級版的小金磚氣墊 我是在前幾個月 過年之前還是冬天的時候收到它的 那個時候開始試用我就有發現 我的專前保養做的跟當時用舊款的時候 差不多潤 但是它們上出來的底妝是一樣OK的 就等於說我這個夏天混合偏有的膚質 只要正常的做專前保養 上這顆新升級版的小金磚氣墊 它就可以上得很漂亮 這幾個差異是我覺得最有感升級的地方 除此之外遮瑕度、持妝度還有看安全的部分 都維持金磚氣墊原有的優秀表現 我們這邊廢話小說直接上臉給你們看 現在是薄薄拍一層的樣子 妝效我覺得很像是吉皮材質的那種微霧絲絨光 然後這個遮瑕力是不是真的很瘋 基本上暗沉泛容跟膚色不均都修飾掉了 甚至這種新的紅色痘印 它也能夠遮個七八成 毛孔的部分也都處理得還不錯 大概有八成左右的修飾效果 但是你們看喔 它不會厚重到白衣臉上的肌膚紋理全部吃掉 變成面具臉 而是會透出原本底下皮膚的質感 它的鼻翼這邊的粉也是很服貼平整 相信有用過高遮瑕底妝的人 都有發生過粉質太粗導致鼻翼卡粉的問題 這顆新生機的小金磚氣墊不會 接著我在抖音班點比較嚴重的區塊重複堆疊給你們看 它的遮瑕力可以到多高 是不是已經可以說是幾乎完全遮住了 我拉這麼近才看得到一點硬質而已 基本上這樣正常的色調距離是完全看不到瑕疵的 另外這邊品牌還有強調防水抗痕這一點 所以我直接拿了噴瓶來測試 面紙上沒有什麼粉痕 臉上的底妝也是完好如初 兩邊的對比是這樣子 超級好笑 這一份變得很像開了什麼沒積磨皮的濾鏡 那我現在是兩邊都已經上好底妝的樣子了 這邊先給大家看一下時間是11點49分 但接著還沒有結束 我還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就是噴尼菲的絕對持久定妝噴霧 這個我知道已經出很久了 但我真的對大部分的定妝噴霧印象都不是很好 就是在前幾年還在戴口罩的時候 不是有一大票的品牌 就是瘋狂的出定妝噴霧這個品牌嗎 我記得我當時買很多 但是嘗試出來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所以後來Pony Faye他們出這個定妝噴霧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一點點興致缺缺 不想要再試了 結果這次合作用到他 我直接原地嚇到耶 我真的很少看到百元定妝噴霧是有在認真定妝的 他完全可以媲美千元定妝噴霧的效果 給你們看他噴出來的噴霧很細緻之外 他的出水量是很夠的 我之前用過的很多定妝噴霧 他們都為了讓噴出來的水霧足夠細緻而犧牲掉了出水量 變成你在使用的過程中 你真的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東西噴在你的臉上 就是他的確是細緻的 可是你真的不知道你的臉上到底有沒有東西 然後反而會越拿越近越拿越近 但是Pony Faye這個定妝噴霧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你可以很放心的把手伸到最遠去使用它 噴霧細緻之外 你也可以感受到是真的有東西覆蓋在你的臉上 然後這邊因為我也想讓大家看生技版的小定妝 它本身的持妝度 所以我這邊半邊也會保持原樣 然後半邊也會加這個定妝噴霧 給大家底妝實測 噴完之後可以這樣子刪一下讓它乾掉沉默 這款定妝噴霧我覺得它就是很近折的幫你做到定妝的效果 它沒有另外幫你保濕的效果 但是乾掉之後也不會讓你的臉有收縮緊繃的感覺 等它乾掉之後臉上只有這種很輕微的膜感光澤 除此之外視覺上跟膚感上都沒有什麼變化 還有它的抗沾染能力真的超級好 我有嘗試過搭配比較保濕的底妝一起使用過 在噴定妝噴霧之前你用手去碰臉的時候 臉就是會留下那個手指印 但是噴完這個定妝噴霧之後你再去碰它 沒有任何的痕跡 所以這個定妝噴霧我也是超級推 我覺得是我目前用到的百元熏手中真的是最好用的 那今天一樣會單妝至少8個小時 來跟你們實測這一顆身體版的定妝氣墊它的持妝度 晚點再回來跟大家更新底妝的狀況 現在的時間是4點22分 距離剛上妝已經過了大概4個小時的時間了 然後現在的底妝狀況是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這樣正常的四道距離看底妝 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像是兩頰還有鼻翼的部分都沒有什麼特別明顯的出油 然後有噴定妝噴霧的這半邊點也沒有什麼變化 其實大家進給你們看 底妝真的就是一樣超級服貼 鼻翼的部分也沒有什麼脫妝卡粉的問題 然後使用定妝噴霧的這半邊點一樣 就是一個輕微的膜感光澤 鼻翼什麼的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目前4個小時應該沒有什麼好跟大家更新的吧 因為底妝基本上就是長得一模一樣 那晚一點再跟大家做最後一次的底妝更新 現在的時間是8點21分 來跟你們做最後一次的底妝更新 單獨使用聖機板小精裝的這半邊點 感覺是有一點點出油 就是變得有點奶油肌的感覺 包括它鼻翼的部分也是 那有用定妝噴霧的這半邊點 我覺得還是跟原本的狀況是一樣的 就是 就是維持得非常的好 你們不要看它這樣子好像有點光澤的感覺 但它在臉上是完全乾爽的 然後這邊拉筋給你們看效果 我自己覺得單獨用氣墊的這半邊點啊 它出了一點油之後 妝感有變得更服貼 然後看起來更像是你原生好皮膚的感覺 用定妝噴霧的這邊 我覺得就是 好像沒有什麼差別 就是 還是很貼 而且它製造出來的輕微膜感光澤超漂亮 怎麼會這樣 再摸一次臉給你們看 真的就是完全不沾 它完全是乾爽的喔 超級乾爽 那我自己比較容易出油的鼻翼這塊 也沒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 它的那個出油量還沒有到很嚴重 或是很多 真的很遲妝欸 怎麼會那麼遲妝 最後一樣給你們看 它的暗沉狀況 我一樣用沾了卸妝水的獅子巾 來擦拭一塊給你們看 完全沒有暗沉 我自己露眼這樣子照鏡子啊 也看不太出什麼顏色上的差異耶 就只有剛按壓拍上你的這個瞬間 好像會有一點點白 可是過不到三秒 它就變回你原本這個顏色了 OK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新升級小新專 7點的8個小時底妝實測 我自己覺得夏天中信機偏油機 又多了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底妝選擇 還有這個定妝噴霧大家一定要買回來試試看 絕對不會後悔 真的是百元選手中使用感受最好的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底妝實測啦 如果有任何問題或是建議 都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說 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好追蹤我的IG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